臺北羽球公開在南丹部分 林丹在四強賽中和日本選手武力下 敖戰三局 辛苦挺進決賽 有望再爭冠軍 不過賽後記者會上 超級丹並沒有太多喜悅 批評小巨蛋的風向問題 真的讓他受不了 今天我覺得第二局打得不是太好 特別開局落後太多 所以給自己的第三局的一些比賽 在造成一些比較大的一些壓力 所以當然我覺得 臺北這個風向實在確實是很大 我不能因為說我贏了或者輸了 去總是強調這個 因為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雙方水平的發揮 並不一定是最理想的 對 儘管不是第一次在臺北小巨蛋比賽 但林丹用言語和肢體動作 充分表達不滿 唯一讓這位超級球星 比較開心的事 就是現場觀眾熱情的加油聲 讓他不論是領先或者落後 都更有信心 林丹張比賽面對日本小將打得有點辛苦 不過球運確實不錯 好幾次不論攻防 球出往之後都順利爬得過去 受到與球之神的小小眷顧 讓林丹最後能在球迷的呐喊聲中 帥氣挺進 南丹決賽 我來提醒 綜合報道 今天就離開更多的 世界上最高的 都有非常 exposing